第五波疫情遠如脫軌列車 死亡人數突破7700大關 殿防不負應用 醫院急証室 一度要病人和大量遺體共處一室 之後政府作出應變 在公眾殿防外設置多個貨櫃 作為安放遺體的臨時太平間 在庫山殿防外圍 我們木柴擺放了接近50個冷凍貨櫃 用來暫時存放先人的遺體 看似可以解決問題 不過業內人士形容 內裡情況原來慘不引渡 唯一眾家屬帶你難以磨滅的傷痛 或者我們是否已經走回五、六十年代 在一些殿防裡施踏施 香港現在如此繁榮 為何香港會搞成這樣 即是看到畫面很心酸 見慣大場面的殯儀業人士 看到這樣的情況都難以接受 主動聯絡我們 火把殿防空前絕後的悲慘景象 現在的遺體在凍櫃裡 氣溫、溫度不夠冷 而且放得久 最主要是放在地上 很多時放在地上 一個壓一個 就會令遺體的變化程度大 因為會壓到扁了 先人可能會放在雪櫃裡 裡面整個月就會有粒皮 然後樣子會爛掉 殿防的同事拿出遺體的時候 很多時是走進去裡面 找個名字 然後再用手去拉它出來 去被人確認 但是往常不是這樣的 往常不會的 起碼鏈防裡面都會有一些設備 例如將電動的私藏 讓它可以放遺體進去 第一,沒有分隔數 第一,還有兩、三個搭在一起 所以… 即是平鋪放在上面 平鋪放在上面 自己身上有些個案子就是這樣 它將它的遺體也放在 一些中了病毒的一起 所以它們出來的遺容 就變成… 認不出,我們只要認手帶 還有我們發覺它有一個尿袋 尿袋是沒有人幫它清理了 還是插在它身上 人已經離開了 給它們一個答案 究竟哪裡處理失當了 或是讓先人一個尊嚴離開 在家屬角度 昨天沒有尊嚴讓先人離開 Tony口中的個案 正正就是客人David的太太 太太因為氣速離世並無染疫 但可惜David 都未能好好送太太最後一程 女兒去到家屬角度都不敢 不幫我媽媽 因為媽媽實在是太太 實在是說結實 結果她就看著那個特大 例如媽媽的特大 就負責公眾檢訪 在那條斜路一直下去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哭 都需要摸那個女兒和警察 摸他就摸他 摸得了 想不到我打個 我的表情是真的真的沒有了客氣 我看著我 我很安樂 我就立刻假裝給分裝 那些的朋友就跟我問問他為什麼會這樣 他就說有機會因為那個運動不對 所以變了衣服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他說我太太在這裡化妝 因為那個人都離世的時候 所以那些衣服就黏住了皮膚 所以變了亦都不可以批准他的衣服去服裝 臉防遺體越積越多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和後事文件程序息息相關 令家屬遲遲未能認領遺體 做這麼多年殯儀裡面最嚴峻的時候 因為政府公眾臉防出文件實在太慢 可能兩三天左右 然後就可以有警察聯絡家屬 去確認遺體的時候 就變成現在要整個月 變成遺體就會在臉防裏面整個月 都不可以批准遺體出來辦事 在我的案例裡面 遺體擺一個半月 都可以做到潔淨化妝 但這次不夠三十天 都做不到這個動作 因為已經腐爛了 究竟是放在富山臉防櫃裡面 有問題 那個雪房有問題 還是哪裏出錯了 或者是見法醫那部份 法醫可不可以著情處理 又或者可不可以加快程序 可不可以好像有一些鬼 是讓他們擺放得好些 就不是師踏師 那家屬也是 希望他們知道我們是盡了力 幫他們 我也想幫他們的老婆化個美妝 幫他們換一套衣服 讓他們有尊嚴地走 但我們做不到 改善方法 改善方法其實最基本 你建造一個凍櫃裡面 起碼放一些鐵絲網 可以建造一格格去放 不需要放在一個凍櫃的地上 而放在地上 然後同事進去裡面 拿一個圍體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踩到另外一些圍體 種種景象令人悲痛莫名 明明是冷凍貨櫃 為何又會令遺體腐懶 明明可以在貨櫃內安裝塵架 為何又要出現遺體搭遺體的警方 我們去順比食環署和衛生署 不過截稿前依然未收到回覆